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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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在选前开展老县长 党中央避而不谈 只说要再查清楚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 宜兰建成为蓝绿阵营胜负指标的一级战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再度直奔宜兰 为党籍县长候选人林聪贤造势 由于这里的选情紧崩 唯恐会选传闻成为影响选情的最大变量 林聪贤总部紧急制作宣传手册 预告对手可能会是黑招 压回大门头 压回大门头 一人No.1 一人No.1 取胜小英号单车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到一级战区宜兰 为党籍县长猜选人林聪贤卖力造势 选对的人 选对的人 做对的事 选情空前激烈 和对手吕国华阵营呈现五五波态势 会选传闻成了影响双方选情最大变数 林聪贤总部赶紧制作宣传手册 我们在近来也观察到很多非常态的竞选的手段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整天固守宜兰陈林聪贤票 要汉把宜兰视为施政其中考的马主席拼了 双英决战 胜负指标就看宜兰 宜兰县的林聪贤忙着撇清汇选一云 而在嘉义 蓝绿县长候选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 据台湾媒体报道 由于嘉义县长选举竞争激烈 汇选风声一直不断 国民党的汪崇军跟民进党的张花冠 甚至是一边自侵 一边公开指控对手阵营涉嫌买票 还认为汇选因素可能是影响最后选举结果的关键 嘉义县长选情陷入胶着 候选人面对选民话说的一个比一个好听 打起五光十色的舞台 张花冠跟欧崇军输人不输政 两个人就在隔壁村打起对台 不管是在村里乡镇办晚会 还是在马路旁话看板打文宣站 都只是选战的一部分 这次的嘉义县长选举 表面上蓝绿两位主要的候选人 都在强调证件跟政策支票 但私底下却是会声会影不断 双方都在指控对方跟会选脱不了关系 针对嘉义地前署检察长透露 已经有候选人提早撒钱买票 张花冠跟欧崇军导致动作一致 一边谴责一边自侵 连讲出来的话都很相似 两个人都细细淡淡 强调自己清白但也都不废言 最后这十几天嘉义县的选情 会不会再有变化 关键还是在老问题会选的发酵上 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贬加弊案所衍生出的违证案 今天首度传唤吴淑珍及其儿子陈志忠 女儿陈信瑜 女婿赵建明出庭 四人全都扶手认罪 另外对于台北101前董事长陈敏勋 昨天在庭上翻供 承认送了1000万元新台币 吴淑珍称可以理解陈敏勋的内心煎熬 在儿子陈志忠的陪伴之下 陈水扁妻子吴淑珍今天下午来到台高院 为伪证二二审开庭 不过面对媒体记者的提问 吴淑珍只是摇摇手选择不响应 不仅陈志忠 陈信瑜以及赵建明夫妇也来到台高院出庭 伪证案在一审的时候 吴淑珍在法庭上自己意间扛下所有的罪名 因此一审的时候被依教唆伪证罪遭到判刑 而在今天的二审庭上 四人在审判长训问时均认罪 但认为一审判太重 请求法官能轻判一点 另外在昨天台高院也传唤了台北101前董事长陈敏勋 陈敏勋在庭上大翻供 首度承认他有拿一千万元新台币送给吴淑珍 为什么我一审的说法 和这一次会有所不同 那是因为 那实在是 那实在是人性 和情义的冲突与矛盾 我处于行贿罪的被告 或伪证罪的被告 我实在是两难 只是为何在一审时不愿意认罪 强调一千万元是政治现金 难道是受到吴淑珍的压力 内心是很痛苦 也很煎熬的 我希望仆人 要多保重身体健康 我祝福他 对于陈敏勋昨天的大翻供 吴淑珍今天前往台北看守所探望陈水扁时表示 可以理解陈敏勋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他内心的煎熬 你怎么说 我可以理解他内心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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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媒体报道 原大政券董事杜立平认为 自己在贬家洗钱案中被利用 对此吴淑珍不愿回应 倒是日前被导会的事让他心情很差 标会是台湾一种民间募集资金互助的金融活动 所谓的导会就是资金募集人 无力向被募集人偿还献款的现象 日前吴淑珍还曾透过媒体喊穷 声称一个月支出 包括私人看护生活开销 加上残障医疗费等 要花到将近30万元新台币 现在特征组冻结了贬家资产 他能动用的存款只剩下120万新台币 后续日子过不下去 现在又因为被倒汇这件事 让吴淑珍更加心烦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台湾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屈兆祥教授 屈教授你好 吴淑珍母子女婿四人 今天在伪政案庭审中全都认罪 但也认为一审判的太重了 吴淑珍还认为台北101前董陈敏薰 昨天当庭翻供 是司法重刑逼供 那么您是怎么来看 扁案的这些新进展的呢 好的 我想这个扁案发展到今天 其实整个轮廓 大概已经慢慢的呈现出来了 这两天 陈敏薰小姐 在二审的过程当中 昨天上演了一个大翻供 那么承认了他曾经送了新台幣1000万元 给吴淑珍 以作为他换取一些职位的一些 等于是汇款一样 那么我想陈敏薰小姐 之所以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审已经被判了 因为行贿罪或者是伪证罪已经被判刑 一年多的徒刑 那么现在在二审 这个等于是他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因为他的刑度恐怕没有办法进行到最高审 因此他采取认罪的态度 对他降低他自己的刑度 会比较有实质的帮助 今天吴淑珍表示说 这是一种司法破坏 司法逼供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强大的司法压力之下 迫使陈敏薰做出这样子的选择 我想这个在那吴淑珍的立场 他一定是这样子讲 但是这个这样子的讲法 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 我想这个稍微懂一点 司法这个诉讼过程 以及有司法尝试的人都知道 这个很明显是被告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一种 一种司法手段 那么这个跟所谓的司法破坏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那么最近这两天 因为瑞士的司法单位 那么陆陆续续有一些讯息 回到了台湾的司法机关来 那么从这些的司法的讯息上看起来 可能陈志宗扮演的角色不是那么的单纯 那么扁家现在采取的策略 是有一点点让吴淑珍来扮演一个吸污水的抹布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把所有的罪全部吸到吴淑珍的身上去 原因是因为吴淑珍 因为他本身的行动跟身体 都不是非常的方便 换句话他的身体的状况不好 在这种状况之下 司法上是不太可能 让他真正去坐牢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让吴淑珍来扮演一块大抹布 然后所有的污水全部流到他身上去 以减轻陈水扁 陈志宗黄瑞靖 乃至于可能的话 还包括了陈信瑜身上所沾染的污水 这样子的话 可以达到一个保护他家人的一个作用 所以吴淑珍他们现在不断的喊 说对他们 一审判决对他们来讲太重 特别是他不为他自己喊冤 他为他的子女喊冤 希望就我刚刚讲的 减轻他子女的司法的负担 但是我们站在司法的正义的角度的话 那么这个案子 势必要把证据查清楚了之后 然后根据他们各自的涉案的程度 给予他们应有的刑度 好的 谢谢徐教授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九年前爆发的案子 2000年 前新党民代谢启大冯沪祥 指控李登辉的妻子曾文慧 运美超到美国 却遭到曾文慧反控诬告 此案形势部分 谢启大冯沪祥已经败诉 但就民事求偿部分 他们今天再度到台湾高等法院出庭应讯 谢启大表示 他已经找到了新事证 而冯沪祥则要求法官 传讯目前下压的陈水扁来配合调查 就是九年前的这段话 让前民代谢启大冯沪祥 遭到李登辉夫人封文慧的控告 刑案部分被判有罪服刑完毕 但被民事求偿 一路缠送到现在 谢启大上午出庭前说 他们找到了新事证 可是我们现在从一个数据对照出来 发现事实上那个订的美金是极不合理 有的银行像彰化银行 第一银行 他们竟然订了七十多倍 八十多倍 绝对是有问题的 谢启大列表 只称彰化银行在2000年3月20号当天 买进的美钞高达出售金额的八十专倍 赵峰银行也超过七十倍 质疑内情不单纯 冯沪祥则是拿出 他们向美国在台协会AIT申请调查的回函 质疑美方的反应 根本就是在暗示说 曾文慧的确去过美国 打了九年的官司案情还有延续 接下来冯沪祥要求法官传讯 目前在押的陈水扁 他说因为陈水扁说过 掌握李登辉任内的很多未爆弹 这些事他应该执行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新闻 台湾传出有医生将剩下的假流疫苗 标价施打引发争议 台南闹市区发生害人凶案 一男子被荡街连开十一枪身亡 知名爆破艺术家蔡国强在台北开客展 别出新台推出泡澡作品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先前公布了岛内假型 HNE流感疫苗接种对象优先次序 总共有12类族群被列为优先接种对象 而未来吸引民众来接种疫苗 台籍管局今天还特别请来知名艺人 朱哥亮来施打做宣传 台行政机构复制负责人朱立伦陪同在策 希望增强台湾民众对假流疫苗的信心 不过由于疫苗实在很有限 因此还是有很多民众都没办法施打 现在岛内就传出 有医生把没有打完的疫苗 以一记1000元新台币的价格 给没有优先注射资格的民众施打 引发争议 对此台籍管局方面表示 医生可以给民众施打疫苗 但是不能向民众收费 冰箱里一罐罐新流感疫苗 一瓶40M份 如果没有打完就浪费 因为疫苗是多剂型 每次用针抽取都会注入空气 若不在24小时内用完 就会有污染的疑虑 加上疫苗冷藏 拿进拿出 温度不好掌控 也怕变质 诊所医生想尽办法要凑起病患 在开瓶之后一次用完 你要预约到那么多的病人 可能比较困难 再加上你即使预约到的 很多病人也会有爽约的问题 所以总是会有剩余的问题 公费疫苗 不过却传出有人把没有打完的 拿来贩卖 一机喊价一千元 职业医生林盈然说 他曾经打电话给机管局 机管局告知 打不完可以开放给一般民众 但是不可以收费 只不过卫生局却不知道有这个说法 让医生很困扰 卫生局这一方面 他是说他没有接到公文 所以我是希望 中央跟地方最好有 统一的一个政策 统一的一个步调 笔记牙满满预约人数 不现在幼儿和小学童 优先施打 打胜的才开放预约 根据医生说法不能收费 千万不要自己花钱 打疫苗当了院大头 昨天台南市闹市区 才发生了一起 震惊岛内的 7700万元新台币抢案 今天上午7点多 在台南县一家人来人往的超市外 又发生了一起街头枪杀案 一名38岁的红姓男子 被三名歹徒持枪在大街上 犹如刑刑处决般 被连开11枪 结果伤重不致 早晨7点多车来车往的大马路边 歹徒竟然公然开枪 把人吓坏了 我们开始在打架了 再来这边边 我就走开了 好 我吓得要死 我有听到这边就不听了 那两个人要把你吓起来 当时受害的红姓男子骑着机车 遭到四名开着摆设轿车的男子拦截 其中三人只将下车 硬是要把机车骑士压上车 他不从 双方一阵扭打 当场被连开11枪 紧急送医急救 家属赶到医院 震惊又错额 枪伤集中在胸部 失血过多不治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歹徒是瑕疵白色轿车的车主 利用他跟死者是朋友的关系 约他出来 赴约途中遇到死者 才半途懒人行凶 放开后另有其他车辆接应逃离 到底为何开枪 警方还在调查中 但交通尖锋时刻 在闹区当众开枪逞凶 犹如电影情节 吓坏了所有目击民众 我们来看一则轻松一点的消息 出生于福建泉州的知名 爆破艺术家蔡国强 目前正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展出各展 作品暴露万象 除了三件特别为台湾展 打造的作品 还有别出心裁的泡澡作品 让观众耳目已心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到美术馆也可以泡澡 其实这是文明中外的艺术家 蔡国强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 互动装置艺术作品 文化大毁育 在希望泡的时候 反应良好 不知道里面反应会不太好 展出为期将近三个月 蔡国强要让台湾观众 看见不一样的展览内容 35件里面有很多大型的装置的作品 然后它的原来收藏的地方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各个角落 所以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把这么多作品期待在这里 另外还有三件作品 包括两件爆破草图 一件巨石雕塑 都是为台湾展出特别创作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在台湾 有很多旅行 对台湾所感动的 这个河山之美 像我做的泰鲁哥 还有台湾的花草之美 和人的可亲可爱 我做的这个咒业 另外也是把那个海峡 这个石头来表现 我的家乡泉州和台湾 感受蔡国强 爆破艺术之外的创作 到美术馆也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我们通过 由香港民意集团 独家赞出播出的 今日连接环节 来了解一下 台港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吴敦义23号表示 即将举行的县市长选举 国民党只要守住 彰化南投以北的战略区块 就算赢 对此台湾联合报 今天发表的一篇 决论文章称 马当局执政一年半了 如果现在由吴敦义说出 守住中北部就算赢 不是把自己越做越小 国民党应着眼的 倒不只是地方选举的得失 而要以政绩支撑起民意的支持 对地方县市更要有 有过则改 好要更好的企图金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上周指示研考会搜罗十大民怨 台湾中国时报 今天以民怨在哪里 发表评论文章称 要想知道民怨在哪 官员只要放下身段 新车减从 一个人搭捷运或公交车上班 自己上邮局存货提一次款 路边找个警察问问路 一个月找一天当一次老百姓 远比坐在办公室等报告更有用 台北101前董事长陈敏轩 23号首度承认 为争取大华证券董事长职位 行贿陈水扁吸死 吴淑珍一千万元金台币 对此台湾联合报 今天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 陈敏轩这样的诉讼策略 力大于弊 对于陈水扁 吴淑珍而言 一审已认定是汇款 但两人上诉 都还辨称是陈敏轩 要求的董事长职位无关 不过在陈敏轩选择承认行贿后 贬真想由上诉翻案的困难度将更高 今天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 陈水扁儿子陈志忠 在贬家洗钱案中的人头身份逐渐被戳穿 而瑞士司法机构提供的陈志忠 在瑞士相关银行的账户数据 更显示陈志忠是主导贬家海外洗钱的CEO 同时揭开了陈志忠的假面目 以往陈志忠主要以人头作为护身符 但如今人证物证俱载 不知又会想出什么鬼点子与检方周旋 好的以上这是今天台港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会来继续新闻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线 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签订以来 MOU带来的商机成为两岸业界聚焦的话题 今天上午由台湾房产中介龙头 信义房屋主办的两岸房地产趋势高峰论坛 在台北信义学堂开幕 在探讨两岸房地产发展的趋势的时候 话题一样离不了MOU带来的影响 请看本栏目中台记者发回报道 两岸房地产趋势高峰论坛开幕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特别立临会场 王金平表示透过两岸房地产趋势高峰论坛 将让两岸更了解彼此的房市走向 引导房产朝着健康方向迈进 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伦 以大陆房地产业者的观点 讲述了目前大陆房地产发展的现状 并透过自己对台湾房地产业界的考察与研究 分析了两岸地产目前所处的水平和差异 而台湾地产业界人士表示 台湾房地产业偏好发展精品 但是发展速度却偏慢 并没有和世界接轨 特别是对于开放大陆资本 赴台投资地产等方面 有待加强政策上的具体措施 大陆当然对台湾房地产也是非常有兴趣 可是在现在虽然我们是说是说开放了 可是究竟还是限制非常的多 台湾房地产业界乐见两岸经济合作与开放 并且通过与大陆市场的频繁互动 衍生更令人期待的商机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该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詹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